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上会拥有疫苗根治 若民众出国想交异国风味的株子品带回台湾 其中若有病毒 那将会造成畜牧业极大损失 如果真的发生了 那农民主动的告知政府 政府会马上去做全场的铺杀 然后把这些铺杀掉的株子就地掩埋 虽然非洲株恩对于人体并无影响 但如果没有将带有病毒的猪肉制品堵住于国门外 进入台湾后 猪肢受感染死亡率目前为100% 一头猪感染后将进行全场扑杀 损失惨重 防派非洲猪恩不仅是猪农及政府需要做的事 你我不带国外猪肉制品回国也很重要 为了让在台湾工作的众多外籍看护可以有休假的机会 政府推出了串席服务 但是申请资格有限制 而且只提供三到六小时的服务 没有办法真正落实保障看护工的休假权益 根据劳动部统计 台湾有近四成的外籍看护工 一个月内都不曾想要任何休假 而且政府目前也无法可管 因为这边不能没有人 他请假我们都要特别放下自己的家庭 然后跑到台湾来 也是有点麻烦 政府为减轻家庭照顾者的压力 扩大长照2.0中传奇服务的范围 聘有外籍看护工的家庭 若被照顾者为7至8级重度失能 且是独居或主要照顾者为70岁以上 即可申请服务 而传奇服务中的居家服务 是由长照中心派遣专人道府 包含全日六小时与半日三小时的服务 希望落实外籍看护工的休假权利 重症的患者他就是才需要24小时的照顾 那你自己他4到6小时 他无法替代他去看护 什么是一天 一天是24时的 不是8时的 目前外籍看护工使用的传奇服务 除了服务本身的时常限制 民众也担忧 政府派出的临时照护工 会因为不熟悉工作内容 而造成更多问题 他来的人可能每一次可能都不一样 因为老人他有他的很多习惯 还是原先照顾着他比较熟悉 截至十月底 台湾有25.4万名外籍看护工 劳动部预估此政策 会有2.8万个家庭受贿 但2.8万其实仅占了总数的十分之一 这次的放宽 其实放宽的幅度非常小 它仅剩于重症以及 独居跟伸张 也多度伸张 就是它要放宽到说 你不要排除任何的人 不要排除重点 这次的喘息服务 虽然扩大服务范围 但仍旧无法满足外籍看护工 周修一日的权利 未来外籍看护工也将持续争取 期许台湾政府能将他们纳入牢基法 借此保障工作权益